萧珊之所以能够抓住观众的眼球 主要是她的出场太过带感 明明长相很清纯 做事情确实风风火火 有种很酷的味道 这跟林之笑慢半拍的性格比起来 反而有一种新鲜感 所以观众也忍不住被这个女孩给吸引 剧中的李牧尘 扮演的是那个坏到了骨子里 还差点把瓦房给吃掉的沈银灯 沈银灯本体是赤散 和思藤一样也是乙族 但是跟思藤不一样的是 她不能跟自己的爱人长相厮守 也不能带下后代 其实娱乐圈有很多跟李牧尘这样的演员 他们经常演配角 经常会让观众觉得眼熟 可惜就是没有走红 希望未来的李牧尘 给观众带来更多出彩的角色 迎来自己走红的一天